查时,北文京除了用公款4万多元购买移动电话外,还用公款安装了三部住宅电话,并用公款报销电话费1万多元。 在他刚刚当上财政局长不久,就用公款带妻子出国旅游。 北文京在任财政局局长期间,除了利用职权为自己谋私利以外,还动用财政局预算的资金给财政局修建办公楼和宿舍,连自行车棚都向上了流利碗。 像这样的自行车棚在你们县里多吗? 不多啊,像千里多。 没有签过。 没有签过。 同样在这个贫困县,这座县政府的办公楼里,却有13个局级单位在办公。 那你觉得在一个贫困县里,财政局搞得这么好看,这么漂亮一点,是不是一种设施浪费呢? 我们有些方面不算是什么浪费。 因为我们不是花很多钱来搞,而且花很少的钱, 换了一个比较好的环境给干部车棚上下班,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福利。 觉得有必要搞这么好的车棚吗? 不必要,放放干些,干那么好的,没有一签的。 你认为这是对你们的一种福利吗? 这个不是福利,讲白详,这不是福利呢。 伟文金为了修建办公楼、宿舍楼,共动用了县里的财政资金119万元, 同时还动用财政资金103万元,购买了三辆进口小汽车。 中央曾三令五申禁止党政机关购买进口小汽车。 那么财政局用来买车的钱是从哪里来的呢? 财政局后来买汽车的钱是哪里来的呢? 买汽车的钱,一部分的上面代帽给买的。 一方面就是我们用像县政府承包的超市分钱拿来买的。 经调查,伟文金用于修建财政局办公楼和宿舍的钱也是财政预算内资金。 他用的这笔财政预算内资金是干什么用的呢? 一般是,马上是穷献。 他这几年来他基本是安排解决干部的财政问题,工资。 所以你买车的时候啊,县里的干部职工能拿到工资吗? 能拿,那时候我当局长这间每页都按职生长发放工资。 那他那样的工资能拿到吗? 拿到。 没有发现两年,没有。 97年呢,四月份就发了百分之五车。 还有,就是97年的四月和五月嘛,就发了两个月的百分之五十的工资。 以前有过这种情况吗? 以前没有。 伟文金讲呢,他在任期间没有发不出工资的情况发生。 那么呢,在他停职之后,由今年四月份,你们这里却出现了发不出工资的情况。 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 这个呢,建议委文金说,他在任期期间能够按时发工资。 这条呢,是我们是按照基本工资能够按时发是事实。 但是呢,这里面呢,因为他亏空有财政的,中国的财政的财力,利用的借款来发财举,去通常补市场的办法来进行发放的。 伟文金在任期间,动用了几百万元用于发放工资的财政资金。 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他利用借钱的办法,将亏空的资金补上。 直到他被停职时,这个问题才完全暴露出来。 伟文金的做法在县里造成了很坏的影响,与财政局一墙置格的审计局也不甘落后,将围墙改进成用流利瓦装饰的办公用房。 花了多少钱啊? 十多万。 花了十多万? 那这个门,那这个门还旁边的? 这个门包括这里。 这个地,比这个地低,这个后面这里。 花了十多万? 嗯。 用了什么钱? 用了什么钱呢? 没有钱盖啊,我们没有钱,就是包装包料的啊。 包装包料,那现在给人钱了吗? 现在还没有给。 就是说人家给你盖了这个门和房子和地整理后,到现在还没有给人钱呢? 还没有给,嗯,还没有给。 我们城地部门是国家机关的嘛,国家机关以后我们财政这边搞了,我们这边不搞一块, 这边不搞了,最后呢,劳动服务那边也搞了。 对。 大家都搞成了。 哈哈哈哈。 你也见,我也见,在这样的攀比之中,还有谁记得山区里还有十七万生活在评论线以下的老百姓,还有诗询的孩子需要人们的救助。 你都说一位党员,最重要的应该做到什么呢? 要选择成一位服务嘛。 但是别人所作所为呢?你觉得你做的这一切都是咱们人民服务吗? 我认为应该是这样,因为这几年,特别是这几年,当这两年载纪产以来,为了改变马山的财政人落后面貌。 1994年,我是1994年上来的,93年以前马山的财政,总做入一年刚是一千五百一多万,94年我路上来也有三千四十八万。 这个也是可以说,通过我带领全的展示系统的干部主公共同努力分不开的。 我们在采访当中呢,伟文金他也认为,共产党员最重要的是要全英全英为人民服务。 但他认为呢,他给马山县的财政收入带来增加,就是增加了马山县的财政收入,这就是全英全英为人民服务了。 您认为这样理解对吗? 我认为这样理解是错误的,因为他在认知期间,马山县的财政收入成倍增长。 这个首先增长是因为马山县人民群众在当地党委或政府领导下干出来的,不是他财政收出来的。 人民群众干出这些效益,他用党的方针政策把它收集起来,这是他作为财政局局长的一个最基本的职能,最起码的任务。 而他在完成这个任务当中,却利用自己的职权去为自己磨私利,这怎么能算是全英平衡为人民服务呢? 完全是利用了自己的职权为自己服务。 那么这个案子是否具有典型性呢? 应该说是具有典型性的。 它是利用了党和人民富裕的手中的权利,为个人或者小集体去冒去私利。 这样就严重地损害了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的形象。 那么今天在贯彻落实中央八条规定的过程中,各级党员领导干部都应该从这个案件中引为借鉴,从中受到既视和教育。 一个就是要党员领导干部始终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第二条就是要始终发扬党的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 第三条就是应该加强监督和精神监督。 第四条就是应该对严重的违法违纪的问题要严肃查出。 你像在贯彻执行八条的过程中,就是我们党对各级干部提出的一些严格的要求。 这个时候还有人在那里面去顶封违纪作案,就毫不能姑息前调,一定要严肃查出。 不然人民群众不答应,我们党的事业也是不答应的。 经有关部门调查,伟文卿不但严重违反了党替, 而且还有违法的行为。 日前伟文经已经被检查机关批捕,案情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